在牛頭角觀塘道往彩虹方向 在星期五中午的12時半 有駕駛人士發現名老翁坐著電動輪椅 沿著馬路邊緩緩行駛 旁邊還不時有車輛經過 令駕駛者紛紛報警求助 警員趕到後最終在啟業村對開 發現這名姓唐的88歲輪椅汗 他並沒有受傷獲准離開 警方將案件列再由當人士發現